在德云社中 辈分可能永远都是一个梗 辈分同时也是外国人最不理解的文化之一 因为他们实在是不明白 为什么90岁的老人要管三岁小孩叫爷爷 取义界也是如此 因为辈分不同 也经常因此闹出笑话 作为德云社的大辈师爷谢金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照片 照片中上小菊正抱着谢金的儿子 并调侃了一句 抱着自己的爷爷是什么感觉 呵护 疼爱 应该使用孝顺形容吧 这样调侃月云鹏的徒弟上小菊 可真是把大家给乐坏了 都说谢金真是明摆着占便宜 上小菊是月云鹏的徒弟 本身就比德云社的演员低一辈儿 而谢金论辈分是郭德纲的师叔 也就是月云鹏的师爷 那么自然就成了上小菊的师祖 而谢金的儿子因为他的爸爸辈分大 自己也跟着水涨船高 成了上小菊的师爷 所以上小菊抱着谢金的儿子 确实就是孙子抱着自己的爷爷 哪怕谢金的儿子还不到一周岁 谢金真是明目张胆的占便宜 可是上小菊还真没法反驳 谁让谢金的辈分这么大呢 特别是谢金在舞台杂卦 给上小菊生个爷爷 如今谢金又晒上小菊 抱着自己儿子的合影 看得出谢金还是深懂观众的心态的 也知道观众最想看什么 当然从这张照片也可以看出 上小菊的好人缘 也是大家都喜欢的小可爱 谢金的儿子不仅仅是上小菊的师爷 也是郭德纲徒弟的小师叔 哪怕是阮云平见到他 也得叫一声师叔 可能在有些人看来 曲艺界这个辈分很荒唐 上小菊要叫一个 还在墙堡中的婴孩爷爷 这也太离谱了 其实曲艺界的辈分 代表的是一种传承 人家辈分大 对曲艺界的贡献大 你就该尊敬人家 当然如果一个人空有辈分 没有能力 难以服众 也没人会拿你当回事 你的大辈反而会成为一个笑话 被人耻笑 谢金的相声水平 大家有目共睹 他来德云社也十多年了 对德云社的贡献很大 德云社的演员都心甘情愿 叫他一声师爷 说到底 辈分只是你的一个头衔 如果你的能力配不上这个头衔 没人会因为一个头衔就尊敬你 欲带王冠 必成其重 想要让别人尊敬 就得做出成绩来 这才是辈分这个制度 最初的意义 优优独播 コンビ 他说